许多人都会选择买电动车作为短途出行工具 它灵活便利使用成本低 还具备节能环保的优势 但电动车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就是不够耐用 相比主流的代步工具汽车 摩托车都能轻松用上十几年 电动车以及核心零部件电池 都是望尘莫及 那么我们的电动车 电池正常情况能用多久呢 总有一个答案吧 今天小行家就来聊聊这个知识点 一辆正常的电动车能用几年 现在的电动车 动辄都是喊出一辆车可以骑十年的广告语 那么一辆电动车正常情况下 真的可以骑行十年吗 相信许多的电动车老司机都深有感触 基本上都骑不到 所以对于这种广告语 不建议大家完全当真 毕竟广告中的骑行十年完全是理论数据 如果只是理论上 或者极少数车主可以骑十年 这种情况并不是正常情况 我们今天主要聊聊正常的电动车 一般能用几年 电动车包括电池 电机 刹车等等 这些都可以换 所以我们评判车辆耐不耐用 主要是根据车价 毕竟如果连车价都坏了 不可能有人专门去焊接 如果是一线大品牌 必然要雅迪 艾玛等 这些品牌都会有专门的车价制控平台 对于车价的品质有极高的要求 可以做到极限震动30万次 而小品牌或杂牌车的电动车品牌 震动次数在15万次左右 能用几年的答案 一般家用电动车一年震动次数在2-6万 我们取4万的平均值 大品牌的寿命在7.5年 杂牌车的寿命在3.75年左右 电动车搭配千酸电池 石墨烯电池 锂电池能骑多久 除了电动车本身的耐用性 许多车主更为关心电池的耐用性 目前主流的电动车电池 包括千酸电池 石墨烯电池 锂电池这三种 而它们循环寿命不同 千酸电池300-500次循环寿命 石墨烯电池600-1000次循环寿命 锂电池800-1200次循环寿命 有人拿循环次数直接除以一年365天 来计算能用多久 这样的得出的数据有严重的偏颇 毕竟 这三种电池一般不会同时消耗一次循环寿命 而且这三种电池成本不同 对比同一成本 它们的续航也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按照3500元48伏电动车 搭配千酸电池 石墨烯电池 锂电池 锂电池容量续航也不同 千酸电池3500元 可以配置48伏32A的电池 续航可以跑120公里 石墨烯电池3500元 可以配置48伏26A 石墨烯电池 续航可以跑100公里 锂电池3500元 只能配置48伏20A锂电池 续航在70公里 那么 有以上的循环次数和续航的数据 我们以家用电动车每天30公里计算 千酸电池是4天完成一个循环次数 那么 300-500次 大概可以用3-5年左右 石墨烯电池是3天左右完成一个循环次数 那么 600-1000次循环大概可以用4.5-8年左右 锂电池是2天左右一个循环次数 那么 800-1200次循环寿命 大概可以用4-6年左右 正常一辆电动车搭配千酸电池 石墨烯电池 锂电池能期多久的答案 千酸电池3-5年 石墨烯电池4.5-5年 锂电池4-6年 为什么你的电动车电池用不到以上的寿命 三个影响因素要了解 上面我们了解电动车电池分别能用多久 有车主要说为什么我的电动车电池寿命达不到上面所说的寿命 这主要是影响寿命三个方面因素 影响的因素不同 寿命就会有明显区别 想要电动车或电池更耐用 建议大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提升寿命 一 本身的品质 不同品质的电池 电池寿命有区别很正常 二 保养习惯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电池 寿命都和用户的保养习惯相关 三 使用强度 电动车和电池使用强度越高 寿命结束的越早 以上就是关于一辆正常的电动车能用几年 配置不同的电池 都能用几年的答案 当然 这些前提是正常的情况 如果是一些超高质量或者劣质 肯定答案又会不同 这些只是参考值 如果您的电动车或电池能达到这些参考范围 说明产品质量过关 您日常使用习惯也保持的不错 那么 您的电动车能骑几年 您用的石墨烯电池 鲜酸电池或锂电池 可以用多久呢 欢迎大家评论交流 感谢观看